早上好 早上好 今天大早上跟大妹妹吵了一架 因为那个房子的事情 本来这个事情呢 我还不想跟朋友们分享 但是呢 我想一想 我还得说出来 因为在我做自卫庭的这三年 是你们一直在陪伴着我 所以安协呢 所有的点点滴滴行动爱的 都在我的视频当中 我想来想去 还是要跟朋友们说一下 是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 大家也知道近期啊 我们大妹妹一直在国内看房子嘛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能看的地方都看了 然后呢 西边有一个房子 不错是新建的 就是有点偏僻 就是三五年之内 不可能发展起来 但是它的房子真的很好 绝对是标准化的那种 很高档的小区 就是太偏 而且呢 它没有 有一点的就是没有防卷证 那这个肯定不行啊 你房子再好 你小区再好花 它没有那个证书 就是房子的那个证一样吧 房子不就有一个那个 就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 房子不是也有吧 它那个房子没有那个防卷证 所以说然后呢 就是一直在看 南边嘛 有一套房子 但是那个房子就是 它是二手的 二手的情况下 我为什么不想用二手的 就是二手的会产生很多税 大家都知道哈 那西边呢 也看了几套 有一套也看中了 还有北边也有一套 就让大妹妹去约这个 西边的这个房子 去跟这个 这个室罗部的人去见面 结果呢 大妹妹去了哈 结果呢 室罗员就说 她说行 那你在这等着我 我去拿钥匙 这过了一会儿 回来了 她说钥匙没有找到 那你没有找到钥匙 你让我来干什么了 对不对 那大妹妹就说 她说 那那个你把你那个 那个房子的那个格局 布局的图 图纸给我看一下 结果她又跑回去 又找了一圈 她图纸也没有 我就生气了 知道吗 也没有图纸 也没有钥匙 我就跟大妹妹说 我说那你不许说他呀 你没有图纸 没有钥匙 你让我来干什么了 然后大妹妹说 她说 你看人家都那么和气的解释了 我说什么呀 是没有说什么 但是你耽误 你耽误我的时间嘛 对吧 在家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我每天忙的不行 我开车半个小时 然后大早上 而且是比较拥挤 我跑过来了 咱们说好的 让看房子 结果你又是没有钥匙 又没有什么图纸的 那你说让我来干什么 这个责任放在神身上 那让我去 我肯定不愿意 那你让我来干什么呢 对吧 你让我去看房子 你最起码的 最基本的 要把房子信息准备好 对不对 所有的informations 还有那钥匙准备好 对吧 这是你受了原因 该做的事情 那我就把这个气 丧到大妹妹身上了 不是大妹妹的错 对我也知道 不是大妹妹的错 就电话挂了 我就后 所以说这个事情怨我了吗 也确实这段时间 因为这个房子的事情 真的我真心觉得 人不在国内 好多事情 真的是力不从心 你们知道吗 是心有力而不足 你帮不上忙 所以好多事情 都全部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事情 都在大妹妹身上 他也要看房子 也要忙整个 公司的事情 品牌的事情 也确实怪我了 真的 真的是确实怪我了 我也知道 我的脾气 有时候 容易急 所以今天我在大妹妹这 也没有把吃好 然后把皮 对我要打电话 他说对不起 没有 他没有打 相信朋友们 也非常了解安心 真的 我觉得你们应该 比我自己都了解我自己 安心的性格 就是那种 比较爽朗的性格 开朗 外向 没有什么坏性样 我真的是 我唯一的缺点 就是脾气不好 但是我 可能脾气不好 是缺点也是优点 有些事情 你不用吃雅当菲 就像今天的这个事情 你本来就是怪 社务员 他没有做好的自己的工作 那你就是跟 发的脾气也属于正常 那比如说 我要开车 从郑州跑开通的话 那一个多小时 那你来到说 没有钥匙就没有钥匙了 那我这个时间的成本 谁来给我负责任 我可能因为你这一件开房的事情 我都要脱开一件大的事情 来专门开这个房 结果你说 你没有钥匙 又没有房纸 又没有那个同质 对 我知道 所以我等下 会给大妹妹打电话 道歉 确实怪我 那这个房子 肯定是不买了 就冲这一点 也不买了 不要了 那也不一定 万一他在打电话 跟我们 那这个房子 确实是相忠的 那还得回去买 人气吞声 忍辱负重 其实真的 安心来跟你们 说句心里话 我真的不停地 在让自己改变 让自己脱离 这种不好的坏脾气 人家说 江山已改 本性难移 这个性格 这个脾气 是父母给的 那你不可能说改就改的 可能就会带到你老死 也不可能把这个脾气 完全改掉 知道吗 我的性格像爸爸 脾气也像爸爸 您知道看爸爸的脾气 也看出来了吗 很厉害的那种 真的爸爸的脾气 没有脾气那么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爸爸不可能 对你发脾气呀 你是他的女婿呢 你又那么好 对不对 所以我的性格 95%都随了我父亲 慢慢改吧 人没有完人吗 是不是 人有完美的吗 没有 肯定要有一些缺点 对不对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这会儿心情 也确实 也蛮不舒服的 然后后来我妹妹还生气了 说觉得我办事不好 那你就找其他的人 谁给你办事好 你就去找谁去 我知道她也生气了 但是出发点 是我在先 我不应该对她发脾气 所以她发脾气也是对的 我也没有说什么 就把电话这样挂了 所以都怪我嘛 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跟大妹妹发脾气 我等会儿要打电话 专门给她说对不起的事情 今天反正就是这么多事情 然后呢 还有一些事情 我也希望朋友们可以参与进来 就是关于这个买房交接的这个手续 因为北边那个房 我们也是差不多定下来 就是最终这两套要选哪套 反正是看我们的决定 但是呢就是北边这个房 他们拿了一些合同 说是要先交钱 后打合同 然后至于这个买门面房的 这个中间的这个合同啊 这个交钱啊 还有办这个房产证啊 这个手续是怎么去走的 我也希望朋友们可以 在评论区跟安心留言 因为我没有买过门面房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中间的手续 是什么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好像这个 这个商业房的这个税 要比民用房的这个税要高一些 所以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帮助 然后呢 记得在评论区给安心留言 好了 祝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我去给大妹妹打电话了 拜拜 拜拜 拜拜